自从微博热搜整顿之后,想引爆一个话题是越来越难吧,然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两天,郑爽小姐姐就以一己之力,成功把热搜爆两次。 7月25日深夜10点多,有媒体记者拍摄的郑爽深夜在剧组拍完戏之后,和助理一起乘坐出租车前去胡彦斌入住的小区。 期间,郑爽一直在喷香水,整理发型等非常的用心,在小区门口等待一个多小时之后,胡彦斌才出现。 两人相见的第一时间,胡彦斌就上演的摸头杀,而后并肩走入胡彦斌的住所。 这么亲密的动作,不是男女朋友之间才会有的吗?这不就是妥妥的复合了的节奏吗? 然而,下午4点,热搜榜再次被引爆,胡彦斌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,原本两人是非常和谐的见面,为何又会说出删除一切联系方式? 永不再见这么绝情的话呢?有网友做出了一个和李儿大胆的推测,胡彦斌这种急于摆脱关系的态度, 像极了那种和前任藕断丝联,被现任抓包的渣男。 这种推测并不是网友的胡言乱语。 在胡彦斌发布微博分手的时候,就有网友爆料,胡彦斌疑似已经和创造101的选手王沐寒在一起了。 胡彦斌除了出道组11位妹子的微博,就只关注了王沐寒和刘仁宇。 最重要的是,在7月5日,两人几乎是同时相互关注了对方,时间是在凌晨一点段左右,这也基本上就是捶了两个人。 当时可能已经同居的消息,网友们的推测也都是有理有据的。 7月4日是胡彦斌的生日,两个人7月5日凌晨互关,并且通过某乐队的微博可以证实, 7月6日胡彦斌在西安,而王沐寒妹妹就是西安人。 这个乐队也多次点赞过王沐寒的微博,这不是巧了吗? 这不是,而且也很快有那波人士给予证实,的确是有导师和选手谈恋爱。 所以呢,所以胡彦斌把郑爽放在哪里,连续两天把一个小女生推上风口浪尖,最后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吗? 这波操作真的是666娱乐圈,还有一位对前任那叫一根绝情的男明星, 就是这些年一直在以深情男友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李晨,然而这段时间,他被扒得特别惨。 N年前的那些关于石头的一系列破事,就不说那么多了。 前前前女友迪丽娜尔基受采访时表示,事发之后,李晨几次给自己打电话求他删掉微博, 因为这条微博给他带来很大麻烦,几块破石头呢?当时那叫一个热闹,张新宇在没有和李晨分手之前被爆黑了,李晨各种雷乎, 说张新宇多么单纯多么美好,分手之后翻脸不认人,还要在各种黑料中踩一脚。 当年为爱,李晨把李小鹿的名字纹身到自己身上,分手之后, 说前女友嫌贫爱妇甩了自己,特意写出一部电视剧《北京爱情故事》来可承他, 把杨立所扮演角色杨紫兮写的前女友带入,取名还叫李蒙露, 李蒙露等于李小鹿加牛蒙蒙,是个败金女,后来对高富帅抛弃,流产之后不能生, 她还想让那女的吸毒,但是被陈思成拦住了。